各位旗友大家好 我是徐浩宏 今天为大家讲解的这盘棋是 名人赛决赛第四盘 我持黑棋对林军燕的对局 那这盘开始之前是 我已经取得3比0的优势 所以说这盘棋 对于我来说可能相对是比较放松的 那对于对手来说就是背水一战 那一开始就是很常见的开局 然后上一手我是拐这个 拐这个一边有压迫右边的白棋 然后一边扩张下面黑棋这边很大的阵势 那这时候白棋打入也是很正常的一步棋 那这时候正常来说这边比较宽 所以黑棋会想要在这边加攻 不过实战这里我是夹在低位 这手棋可能有一点欠缺考虑 因为黑棋这边已经很厚了 如果还走在低位的话 将来实战这边就会被白棋用一些手段 就是黑棋会被压迫到 所以说如果走在高位的话 因为正常来说走高位是有可能会怕对手拖 拖完腿 但是现在这样的话白棋这边是 做不出太多太多眼了 就这边不太容易做火 所以其实不太怕 所以这里黑棋可能走在高位会比较好 实战夹低的 那白棋飞点 然后黑棋 压了压是常见的进行 那这个 一般来说如果白棋还没飞点的时候 白棋通常会选择 搬完连搬 然后黑棋冲断 然后黑棋冲断 先碰一下 那一般这样的话也是一种定型 不过这样的话黑棋就是会落后手 如果黑棋没有先夹的话 这边就会被白棋吓到 那白棋如果点之后白棋还是这样下的话 这里黑棋碰的时候 白棋当然会想要先拐 不过这时候就会被黑棋爬过 然后这样被吃掉 那这样白棋应该不太行 所以白棋还是只能打吃的话 这里就会被黑棋挡住 那这白棋飞跟黑棋挡的交换就变得很臭 所以说如果这边有飞的话黑棋压了压 白棋通常是不会选择斑连斑 那白棋如果拐断的话 黑棋就可以选择冲断 然后这边打吃两下 然后可能不赢了 这样的话其实可能也是一种下法 不过白棋左边的形状就是会有一点委屈 然后下边如果要吃黑棋的话 可能也没办法吃得很干净 所以说是按白棋选择长 黑棋就继续压 然后黑棋贴 然后白棋这里就是前面说过的手段靠连斑 那黑棋这边的棋型就会有点被压迫到 这时候黑棋可能还是应该要就单黏 那我那时候有想过打吃完冲 不过这样白棋轎吃的时候黑棋就只能黏这里 如果黏这里的话 这边被轎吃完 白棋就简单黏住 这两边就要11边 所以黑棋只能黏这里 然后白棋提 然后黑棋可能再长 那时候主要是在判断这一图还有实战 那还是觉得这样 被白棋提一个值不太满意 所以实际选择打黏 那时候是觉得白棋 这边的先手跟这边的先手是只能用到一边 所以黑棋也是还可以接受 黑棋这边先便移一下 然后攻击 那这时候白棋就有一个我们双方都忽视的下法 就是打 打完冲下去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 这边已经先打得到一下 然后这里还可以再挡到 就等于说这两个都下到 那白棋可能只是亏了一点点木数 但是这样的话 总体来说是便宜 那黑棋可能要 然后白棋可能这边再想办法做 那实战白棋选择出头 那实战白棋选择出头 那我实战今天在这里也是想要 我们就逼他把这个先手下掉 这样的话 他这个地方就 就完全没有眼位了 就只能往外面逃跑 就会很重 不过这时候白棋还是可以打一个冲 这样的话白棋的眼型会比较好 那实战是单肩 然后白棋先这边虎口 因为下一步飞出来非常大 这里基本上可以算是白棋的先手便宜 那实战 那时候我想说这边先走两下应该是不亏的 然后拐 然后拐 然后这时候黑棋就是在攻击这一块的同时 也要顺便攻击白这一盒子 所以实战是选择简单的班场 然后白棋先简单处理一下之后再做活这一块 那下到这里的时候当时是感觉黑棋局面不太好下 因为显然现在白棋的实控左上还有右边 白棋实控非常多 黑棋只有下面而已 所以说黑棋 这时候要想办法攻击这一块或是右上角 取得一些木树的便宜 所以实战就从这边压 白棋如果只是比如说跟着退的话 那白棋中间就会变得危险 所以这里是一直都有一个挖断的可能性 挖完再挖着 这白棋是没有连好 所以说如果白棋外面这边没有火的话 黑棋是有可能分开然后两边杀一边 那是它白斑 然后断 那这时候白棋如果说简单长的话 白棋中间这条应该暂时是没有危险 不过黑棋立完之后 这边黑棋应该是能够做获 白棋如果想要抢杀的话 黑棋就简单挑 这里应该是可以获的 那这样黑棋在这边获得一些木树之后 这个棋可能就会去漫场 实战 这里白棋想要先手便宜 因为这边下一步尖就可以切断 那黑棋当然是不可能就简单这样顶住 这样太惨了 实战这边 这个下来法应该说就是第一杆 那当时也觉得还可以 那这里白棋是应该用长的 因为长的话就是左上角有一些味道 不过就暂时来说白棋就不要管左上角的味道 就是中间这块鞋现在是比较重要 那想要白棋打的话 白棋上边就比较没有刺一手 有时候黑棋就是想办法进攻中间 我一开始想的是尖这个 但是尖被碰的话好像没有手段 如果说可以下层比如说冲 然后白棋只是简单吃一个子的话 那这样白棋这边还要补断 然后白棋是一个眼都没有 这样摆得非常危险 不过这样下的话白棋可以单退 黏的话就冲断 这个地方刚好是黑棋死掉 所以黑棋没有办法便宜到这一步 那再来想的就是直接挖 挖断 但是那时候觉得直接挖断的话 这个尖不太好硬 因为那时候觉得如果只是吃下面 然后这边死掉的话应该是不行 那这里黑棋如果想要联络的话 比如说挤一个 但白棋这边这个跳又有先手 所以那时候觉得这个地方没有连好 黑棋可能不太敢祭出这种招法 所以十安选择先虎了一个 虎这个目的就是说白棋如果跟着硬的话 那这个地方黑棋就已经连好 黑棋就可以再挖断 但白棋如果再尖的话黑棋就挤 那这样这边是没有问题 所以十安白棋也是选择做虎 不过白棋这边做活的方法也是有待伤去了 不过 因为也是因为前面白棋打黑棋的问题 所以白棋上面不太好去做眼 因为如果想要做眼的话 有可能会伤到这两颗白棋 所以说可能白棋打完之后 白棋这中间要处理的话 就会比较辛苦一点 那这时候因为黑棋中间已经平白多维了十几木棋 所以这时候局面 其实黑棋是已经 不落一下风了 不落一下风 那这时候就选择进攻这两颗白棋 实战团 实战团下得很快 其实这边 我应该是有一些误算 就是它如果长的话 我那时候是准备这样下 我那时候是准备这样下 然后拐 那时候觉得如果是简单吃的话 这边被挡住 这样黑棋应该得不偿的神 所以是一定要拐出来 然后白棋 只要在脚上做活 那时候是觉得黑棋只要这样下 然后再拐一下 然后因为这边是六棋嘛 然后白棋的话是七棋 就如果说这边 那时候是以为可以先手收租 就是全部都先手 然后这个地方前面虎了一下 然后再杀这块白棋 那时候觉得这样这块白棋应该活不了 不过这个地方好像是 其实应该是没有办法封住 这白棋就是什么跳影 那这边这个白棋断都还是有可能有先手 所以事实上这一组黑棋应该是不成立 黑棋可能 可能只能选择先做活 就爬完再冲 那这样的话因为白棋脚上也没活干净 然后中间可能要做活 所以这样其实局面也还是蛮复杂 实战白棋是简单黏起来 不过这也是我原本就是以为 会下来这样 然后黑棋搬长 那其实黑棋这时候正常的下把就是简单跳一个 然后白棋做活 然后黑棋可能再在这边跳一个之类的 那这样的话这边黑棋攻击白棋其实是获得 蛮大的便宜 不过当那时候因为可能有一点悲观 就是觉得现在这个棋还是 黑棋没有什么优势 所以说实战就想要杀白棋看看 因为一时之间也没有看出白棋要怎么做活 然后白棋点一下 然后贴 这时候对方也是陷入参考 因为这个地方要做活的话 可能也没有那么容易 不过那时候在这时候我也是看到 就是白棋如果先搬的话 黑棋应该是没有办法杀白棋 因为这个地方 白棋有机会就是做眼 逼黑棋打进去 或者说甚至用病的 这样逼黑棋打进去 所以黑棋气很紧 所以黑棋如果搬的话 白棋可能就回来贴住 那这样 黑棋是 应该是杀不掉 就说白棋这边先问硬手 那黑棋如果做眼的话 白棋可能就简单虎一个 那这样的话黑棋也没有办法杀 那时候其实是已经准备就是手孔 就是比如说搬完 可能就打一个 就是反正白棋在里面摆两手做活 就是说先冲了点 类似这样 就是其实也还在想 不过这地方可能 可能对手是出现了一些错觉 就是单贴这个 那这首集其实我是 完全没有想过 那 看到这首集第一感就是冲一个点 所以其实实战我也只算了这个图 然后也是反复确认很久之后 发现白棋应该是做不太活 就说因为白棋这边这个误算 所以才让这盘棋就突然就结束了 本来的话白棋如果就做活的话 这盘棋应该还会收官收很久 那最后也是因为这边 最后把这个地方白棋都吃掉 所以就幸运的赢下来 那也拿下了这次的冠军 那谢谢大家的收看 然后请大家去支持台湾的职业比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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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